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週二 五月四日下午 川普總統自己的在線平台啟動 川普在電報群寫道 在沉默和謊言的時代 一個自由的燈塔燃燃升起 直接從唐納德J.川普的平台發聲 一個自由、安全、暢所欲言的平台 這是網址 www.donaldj.trump.com.desk 我們進到川普的新平台看看 頁面最上面的英文意思是 來自唐納德J.川普的平台 緊跟著的一個視頻 推廣這個新的在線平台啟動 在視頻的右邊 你可以通過臉書和推特轉發分享 如果你喜歡 還可以點擊那個新型符號 目前還沒有顯示技術功能 未來可能會增加 視頻下面 主條是川普近期新發表的聲明 按時間序列顯示 是昨天5月3日發表的 挖苦小切尼的貼文 我們在前一個節目中有提到 還有一個嘲諷羅姆尼的貼文 大意是說 很高興看到犀牛米特羅姆尼 在猶他州共和黨大會上被虛瞎台 他們最早發現這個傢伙 是一個冷血的失敗者 這是我們曾經很熟悉的一種川普行文風格 以後又可以經常看到了 川式風格罵人就是過癮 讓那些白左精英和犀牛氣的跳腳 又無可奈何 頁面左邊 就像我們看到的 是川普專注工作的照片 照片下面讓大家加入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行列 點擊進去可以捐款 再下面點擊Sign Up 報名 那麼以後川普總統只要發出新的貼文 你立即就可以收到通知了 川普的新網站平台還主要是單項的 讓川普總統可以自由地發聲 發表評論、照片和視頻和粉絲們交流 目前還沒有開通讓粉絲回應互動的功能 我們再看看網頁上《關於》這個欄目是如何描述的 這將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川普所思所行 這一頁的內容包括一段話加上九個要點 這一段概述是這樣說的 在過去的四年裡 我的政府前所未有的 為所有背景的美國人做出了貢獻 拯救美國就是建立在這些成就的基礎上 支持那些勇敢的保守派 他們將決定美國優先運動的未來、 我們黨的未來 以及我們深愛的國家的未來 拯救美國也是為了確保 我們在外交和國內政策上奉行美國第一 我們為我們的國家感到自豪 我們教育我們的歷史真相 慶祝我們豐富的遺產和國家傳統 當然 我們尊重我們偉大的美國國旗 在這一段話之後列出了九個要點 從捍衛無辜的生命到立國的價值觀 到相信獨立宣言承諾 相信權力來自上帝及軍權神獸 到重建軍隊 擁抱自由思想 強調法律和秩序 到支持公平貿易 低稅收 到最後一點是之前可能沒有提到過的 強調了言論自由和公平選舉 必須確保公平、誠實、透明和安全的選舉 繼續進行 每一張合法的選票都至關重要 這篇介紹涵蓋了川普政府的 治國理念和政策 也是未來的治國之路 不過 川普沒有提到共和黨 只說了我們的黨 從新聞來看 川普可能更願意說是保守黨 他強調了勇敢的保守派人士 將決定美國的未來 此外 這個網站和之前啟動的45office.com 是連通的 點擊Contact就連到了45office網頁 如果你想購買川普招牌的帽子、衣服、 杯子和展板等 只需要點擊Shop 你就可以進到川普的購物商場了 非常方便 最後 大家可能很關心 哪家公司在支持川普的社交網站呢? 在頁面的左下方 可以看到是Campaign Nucleus 這家公司的網頁自我介紹 它們是唯一的 自動化數字生態系統 有效地管理政治活動和組織 我們不用多猜 這肯定就是一家保守派人士的公司 其實 準確地說 川普是在自己的網站上 增加了這個社交平台功能 以後可能還會完善 週三 臉書的監管委員會將公布 是否恢復川普的臉書賬號 川普週二啟動社交平台也許是表明 不在乎明天臉書的決定 星期二 川普再次被問及 是否計劃競選2024的話題 當然 對於這個話題 我們有的觀眾在心裡上難以接受 如果川普宣布競選2024 是否就等於承認了2020年的大選 其實不然 川普永不放棄和競選2024並不矛盾 川普總統目前最核心的事情 就是還原2020年大選真相 恢復民眾對選舉的信心 就如大家預測的 如果真相在不久之後曝光 川普2021回歸就會成為現實 而對於競選2024 川普總統只是表達了自己的決心 絕不妥協 絕不放棄 繼續為MAGA而戰 話說回來 我們先聽聽川普總統怎麼說的吧 5月4日 川普接受了ITK 每日連線脫口秀節目坎迪斯的採訪 在回答主持人坎迪斯·歐文斯提問時 川普說:「答案是我非常興奮 你知道 時間還很早 但我認為 當我宣布某個消息時 人們會非常非常高興 不過 川普也說 你知道 出於競選資金的原因 你真的不能這麼早宣布 因為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根據選舉法 川普如果正式宣布參選 就需要使用必要的財務披露表格和選舉法 這些法律將規定他在此期間 如何籌集和使用資金 川普說 否則我想我會給你一個你會非常滿意的答案 所以我們正在非常非常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 並補充說 我想說的是繼續關注!」 歐文斯是共和黨的火炬手 也是川普總統的支持者 他開玩笑地說要加入川普的競選夥伴行列 參加2024年的競選 意思是說要做川普的競選搭檔 成為川普的副總統 川普聽後 笑著說 這將是一個多麼好的選擇 那太好了! 最後 我們更新一下亞利桑那州的審計 整個審計一直在繼續進行 當天左媒12news採訪了亞利桑那州 民主黨州務卿霍布斯 視頻上的標題是 最高選舉官員在這次新審計中的角色 這段視頻是負責這次選舉審計的官方推特發出的 霍布斯說 他並不知道這次審計是為了2022年 但是 他知道他們在這裡寫劇本 為這種持續地中斷、重新訴訟 和再處理2020年的選舉 編寫劇本 如果他們在這裡成功了 你知道 他們會繼續削弱選民的信心 他們會把這帶到其他州 我們都知道 州參議院要求審計 馬里科帕縣的總統大選 是為了選舉的誠信和完整性 如果有問題 那就將解決問題 在以後的選舉中不再發生 2022年就是國會中期選舉 但是 我們從霍布斯說的話中 聽到了幾層意思 霍布斯很無賴 他作為負責選舉的官員 好像不知道這次審計是為了重塑選民的信心 故意誤導 欺騙觀眾 然後 他污衊正在退伍軍人體育館 進行的審計是編造劇本 典型的睜著眼說瞎話 這次審計是對著全世界公開的 再沒有比這更公開的選舉審計了 而他最後一句話則暴露了 民主黨和左派真正的內心恐慌 如果審計發現了問題 那麼其他州都會效仿 進行這樣的公開審計 其他州至少有喬治亞州、米西根州、 賓州、威斯康辛州等幾個搖擺州 這些州如果都像亞利桑那州這樣公開審計 這恰恰就是民主黨最害怕的 一個州的選舉結果如果做出更正 不足以影響民主黨已經得到手的總統寶座 可以預見 現在左派人士 每天在審計現場晃來晃去 就是在為他們未來攻擊審計結果做鋪墊 今天 亞利桑那州共和黨方面 沒有更新審計的情況 不過 有兩位自由黨的人士通過視頻 發表了他們對這次審計的支持 他們原本在許多理念上是和民主黨一致的 現在他們出來支持審計 無疑是在直接打臉民主黨 其中一位是馬里科帕縣自由黨的主席 叫布蘭登·斯雷頓 他說 我想讓人們意識到的是 這不僅僅是一個共和黨領導的審計 這實際上是兩黨合作的 自由黨也參與其中 作為一個少數黨派的主席 確保我們所有的選票都計票是非常重要的 向失敗者證明選舉結果也很重要 斯雷頓的說法其實是去年大選後 民主黨的說法 要計算所有選票 他這樣說 因為他不認為有造假 但他具備了常識 這樣公開審計選舉 最終出來的結果 是誰輸了 那就是輸了 輸得心服口服 他認為 這對失敗的人來說也很重要 他說的沒錯 要的就是選舉的公平公正 還有一位自由黨人是約翰·布拉基 他說 我是美國選舉審計機構 Audit Elections USA的主任 審計代表著美國人團結一致 爭取民主、正職和透明 我也是一個進步的民主黨人 一生都是 他們以前叫我們自由主義者 我來自緬因州 我在這裡所做的是為人民工作 人們需要知道選舉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約翰·布拉基參與了亞利桑那州的選舉審計 他目前是亞利桑那參議院審計助理聯絡人 是肯·貝內特的助手 斯雷頓和布拉基都說得很清楚 這次審計不是共和黨的 是兩黨合作 目標也一致 通過公開透明的審計給選民一個準信 這有利於美國人民的團結 是為這個國家負責任 他們兩個今天出面 回應民主黨州務卿霍布斯當然就很有利 來自內部人員的回擊是最有說服力的 我們期待著亞利桑那審計的好消息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baseline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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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